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親切的降血死者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死亡獸隊 為什麼用這樣的隊伍呢 等我算一下血量 忘記算血量 最後關網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會使用這樣的隊伍 主要是有一個新加入的組員 他想要打降血高級 可是沒有一個適合的隊伍 我這個隊伍基本上跟他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跟他這一隻 CD24等級1的貪婪金魚王 現在為大家來做個測試看看 首先一開始就是先除CD再說 音效我就關掉了這個就不解釋了 因為太Lag 5400多 所以這時候肯定是要補血 這個天降會很可怕 哎呀 至少讓我集CD5嘛 呵呵 我要集CD5耶 喔好像在這一關還好 這次天降應該不會那麼誇張了吧 這一關天降真的是蠻誇張的 真的正常 因為他少一顆豬啊 哎呀 我有全體攻擊嗎 我自己怎麼沒看到 好 然後一樣 分開攻擊 千萬不要再搞全體攻擊這一套 好 CT5出來就是等於是 安全已經過了一半了 這個來不及我先轉過去再說 好一隻死掉留一隻 Fuck you 靠 闖過去了 不關 看來可能兩隻都K掉了 誒 太好了 有一次給我 簡直上癲聯名 覺得這樣他好像死掉 這關再來這關70%這關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盡全力打但第一回合我不打算消新豬 那個lag也不是我故意的 他是他故意的這樣 這關很危險就在這裡 減傷沒有用 所以至少弄個兩組新豬吧 非常好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天將 I like it 看什麼豬多就轉什麼豬 基本上上過大概兩組新豬沒有問題 再配合上天將應該穩定性是ok的 好多暗珠喔 有點小危險246 246 都是兩組阿 我決定轉這個暗的 因為他豬子比較近阿沒有為什麼 好轉個兩組差不多阿只是你要一直撐阿 這關是所有關卡壓力最大的 好想像現在豬子又不太夠了 一組新豬我怕不夠阿 我算一下攻擊力好了 大家等我一下 順便把那個一直嘟嘟嘟嘟那個先把他關掉阿 看一下我的血量2066 我要回70%的話 3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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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寶 哇 有點危險耶 我連6連的話 看一下 這個血量 12371乘0.7的話 8659 3顆 4648 連三星 連3顆 6combo還補不回來 所以這個意思是要告訴我們 是要開機的意思 這樣子 可是我這樣就很危險 那我們連個4顆怎麼樣 看一下 4顆連個5combo好不好 好 4顆連個5combo 165加3 3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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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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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算這個要剛剛好 血量都要先打之前要先算 不然風險都很大 好像這隻也是來高穩的 再來個2秒轉速 看一下 被攻擊到17640 防禦1500還好 防禦沒有很高就打得過了 少一扛 好處是這關比較容易添降 這時候是處機的好時機 他還沒死耶那隻 沒死就算他下地獄 好不然你就要下地獄了 好這邊我就會處機了 好這個星柱沒有看到 笑到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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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quart 好 所以有些攻擊力 我是建議大家就是先算好啦 進場就不會有風險 小心一點 息地出滿 不會出滿 稍微看一下 台灣狗野 血 一片一片一片 一片 拼出你我的眼神 沒聽過喔 這個時代如果是相同 應該聽得懂我在唱什麼 右邊那隻就是 因為就直接爆發了 好不好 開這隻好 需要疊嗎 1 2 3 4 5 6 7 8 9 4 4 4 5 太多顆了 33 33就好了 差點忘記孵化福祉的存在 剛轉的可快的 差點沒切到 我一定要切開啦 不用全體攻擊 因為右邊那次重點才是你的重點項目 右邊那次你沒K掉 你就是跟大家說say goodbye了 轉之前要稍微看一下 現在木珠蠻多轉一下 看什麼珠多就轉什麼珠 趕快喔 再不趕快處理的話你就要被處理掉囉 少一combo添降一下 喔危險 危險危險危險 好 雜 完全沒有去注意到風化浮屍的問題 去地獄吧你 真是跟你把命拚啊 太刺激了 我的心臟還在跳躍有沒有 我有點挑戰才會好玩 雖然這挑戰有點太刺激了 卡到我的心臟 就是要靠自己的反應 所以打這種關卡是要靠隨機那邊的 不曉得要掉什麼豬啊 我們可以省一點點時間這時候開啦 好到後面就不要開了我記得了 我看到這個要小心 突破重圍 靠我轉到哪去 剛手不然抖了一下 沒有 喔靠 給我弄那一顆 妙 我真佩服他真是 不過他應該要佩服我 我還記得那個顏色 沒轉到 兩COMBOY趕在這邊混 基本上這邊打過的就不是太大問題了 好 那個 就是 蠻多那個 一些滴滴堵堵的聲音就是 對啊 我等一下再來那個 跟他們 處理 先把它關掉 好 這邊 基本上無吸以上才有傷害 右邊還有右邊兩秒轉出 基本上我建議就是全體攻擊 基本上我建議就是全體攻擊 好 我先把旁邊的兩隻K掉 那是我第一個目的 好這時候開減上 好 因為 對 因為我的主人他是這個隊伍 我當然要用同樣的隊伍 這隻當然可以放別隻啦 看你喜歡啦 好這時候沒有全體攻擊 所以我們就 自己做一下好不好 我還在一看說風化符石 會不會出來這樣有沒有 忘記了已經沒有那個人 好 因為你只要做三隻全體攻擊 就OK了 這關卡就是沒問題 好 基本上金銘王說 你把我放在這裡面幹嘛 其實 也不一定沒有用嘛 對不對 就是你轉出技巧夠 當然是有用 當然是 有用 可是轉出技巧不夠 放一隻可以增加回血 這樣子而已啦 沒有什麼 好當然那隻我是建議放水妹啦 好我必須這樣講 好我們現在試試看 假如我不放 我不放技能的話 會不會OK 基本上三隻轉型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我是建議放水妹之類的那種角色 因為你要回復力要夠 換第三關你會過不了 好 好 好 剛換間這樣眼睛一撇過去 我換間發現一個寶箱 在那邊晃 有沒有 就是不給寶箱之類 因為 呃 唉唷 血 小心血 血 好 因為我的組員他的隊伍是這個 所以我就搭配 我就配這個隊伍看看 所以主要是女王可以換 然後我是跟他建議是換一燈啦 好 因為他恢復力最高就一燈 而且有練的也只有一燈而已 好因為我剛剛升級 既然覺得還算OK我把握 所以 順便測試等一下 過上網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一樣是3到5combo的水準 應該也很多人都可以達成 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非常好 這種關卡很舒服就在這裡 好看個人喜好啦 省一點時間可以這樣開啊 好沒有 好像這樣開 要想看史萊姆王的那個 時間凍結啊 這個時間 時間凍結系列應該 有些玩家知道 那個齁 那個 對啊就是 凍結之後有十幾秒的威力 可以使用啦 把握那十幾秒 對吧 懂我意思嗎 那麼人生苦短對不對 這時候的話就是 把一些雜豬清一清 好這時候我會轉一下吧 好 少一個新豬 無所謂 好我們直接玩保險 有技能開 不要省 好 只有精靈女王我在測試 所以 我就沒特別開了 好如果有人說 為什麼要把女王亮在那邊有沒有 欸對啊 因為他等級比較低嘛 那我們 隨便找一張卡片代替的話 如果可以 取 取代掉他的位置 那代表效果也是不錯的 好 當然這時候看女王 配合 史萊姆轉型隊 會很好打 好 就算沒有配有沒有 你看我現在都 都是回得回來的 直接送他下地獄吧 欸沒過去喔 沒過去把它弄回來 強制性的把它凹回來 全部都一滴喔 這怎樣 威力太弱了 好吧 差不多了 再見了 降雪 嗯哼 登登登登登登登 因為我沒開音效 所以自己配 謝謝各位的觀賞 以上是降雪 什麼名字 忘記了 親切的降雪使者 冰雪的笑容 Extra 的示範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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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